今天坐在我们优质生活台的录影厂里面 梁安琪非常开心 因为今集的会客室 就是请到水和田先生的水爷 我们在另外一半集 讲过涉影方面的问题 在现在这半集我们会讲一下 水和田先生你的画方面的作品 我现在拿着这本作品集是一场 其实你是由何时开始作画的 我读书就喜欢画画 最初你发布你的画 后期我就水彩油画 雜七雜八什么都做 后来慢慢感觉我们的中国画 或者叫水墨画 原来很有意思 我再回彎画画水墨画 因为我很喜欢水墨画 水墨画在那么多艺术之中 它是最朴素的 是用最低元素去做最高境界的东西 最低元素是紙 紙是中國發明的 紙 毛筆也是中國做出來的 麥 煮飯 掛鍋底 鑊撈 即是中國話用最低元素去做最高境界 中國話有寫意或文人畫 寫意即是看到的東西用心境再畫出來 西方有寫實 抽象 巨象 其實我們中國話都有分 寫實 我們不是叫寫實 中國是好東西 叫公筆 即是很慢 出細火 公筆 其實西方的抽象 我們就巨象 寫意 把某東西再寫出來 還有我們中國話在紙上畫 沒得改的 一畫一筆就過了 沒得再重畫 西方的油畫十年都可以了 蒙羅莉莎那張畫了十年 喜歡改改都可以 中國話沒得改的 一畫就要畫 寫意 中國話很喜歡留白 留白 即是留空間 比如我畫一條魚 你又會聯想 空間就是水 我畫一隻鳥 你又會想 它在天空裏面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話 我們的文化 中國的文化是遠遠留長 而且很有深沉 很有內陷 在裏面 連水木畫都是這樣 在以上的對話裏面 即是說我立刻會拿到那個重心 就是空間 空間很重要 在我們人生裏面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的紛爭 或者誤解等等 甚至是生活質素會降低 即使有些食肆 它迫到都沒有空間給你 你會覺得那些東西吃得很辛苦 所以原來做人的空間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今集的節目 真是很有意思 我聽水爺說的 我們是否可以將速度減慢些 最重要是留回思想空間 創作空間 人生的空間給自己 你有了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不會覺得自己 整天都受壓迫 因為我很喜歡中國前人所想的東西 他想的東西 然後說一句說話出來 是讓我們做人很有道理 不過我們不理它 譬如他們坐船 中國是用飯的 不要看風洗盡你 即是有風我們不要用到它盡 又教我們每一樣東西都留有餘地 即是說每一樣東西都不要去掉 即是說 哎呀怎樣教我們 即是這麼簡單的語句 教我們做人的心 怎樣去做人 是的 如果你有去到太盡的時候 原來有些東西回不了 還要留意我們今集的 視覺效果是特別高的 當然我們本廠 我們有七生活台的工作人員 都很努力地打燈 但今集我們一邊看的時候 我們非常好的導演先生 就安排了一些水和田的作品 例如他的攝影 他的畫 是不斷地放出來 今集又可以聽下節目 看下節目 欣賞作品 為何要聽節目呢 最有時候你不是說 真的要對到畫面一百分鐘 我怎樣都是一個DJ出身 聽都可以的 但那裏有聲音 有畫背 是生活台 我們講生活 雖然我畫畫攝影 其實都是生活 但生活台 生活我們很簡單 我剛才說 留有餘地 我剛才說 你家裏是否經常有水喉開 有時忘記山 浪費了些水 因為水很矜貴 即是我很矜貴 水很矜貴 為何水喉會漏水 水喉漏水面 有水喉壞了 為何會壞 日久失修 不是日久失修 剛才我說 我們說流有餘地 我們扭水喉 山水喉 山得很緊 還要大力 擦擦它 擦它流水 每一次 實一點 實一點 實到最後 就流水了 所以我們 流有餘地 剛剛山水喉 山到剛剛沒有水出 就不要再扭了 那就沒有水了 你如果帶大力一點 你塞就會入一點 入一點 這樣就流水 這樣就不環保 那些水喉漏 所以就流有餘地 每一件事都要在生活上 用這句說話 如果是這樣 我相信你能夠懂得 流有餘地的做人的生活 你朋友會多做多 變成了優質生活 我們不是優質的生活 因為每人都流有餘地 大家就享用 如果我們的優質生活 大家都用盡 優什麼質 就沒有了 嘩 正啊 是不是 都用盡了 我們要優質生活 就流有餘地 不要見風洗盡你 大家很和和氣氣地生存 那就是優質 你說我今集主持 是非常好做的 因為我本來每次都會 不同界給嘉賓 他們定義的優質生活是怎樣的 原來水和田 他已經跟大家說了 在他的心中 優質生活就是這樣 記住要留有餘地 我知道你的寫畫方面 有你自己的風格等等 我亦都封聞到你的畫展 是的 我的畫展還沒那麼快 是在5月3日 5月3日在九龍灣 有一個叫佛香園的美術館展 第二你繼續和我宣傳 這一次我不是水墨畫 是什麼呢 是好像油畫那樣 叫做炳熙 炳熙就和油畫一樣 都是用油畫布畫的 為什麼我用炳熙不用油畫呢 因為油畫要用油來開的 那些油聞的味會影響身體 炳熙用水開的 無色無味 對身體好 所以我用炳熙 我展出的系列是蓮花 即是河花 我的題目就想了很久 水和田畫淺嗎 水和田河花淺嗎 水和田是什麼 想來想去 覺得每個都是這樣 我不如想了名字叫做 拿來河花香 拿來河花香給大家看 他拿去怎麼寫 尖 尖 尖來了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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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感覺有香味就可以 我聽你這樣說 你都很喜歡 譬如說風花、富蓉風 在你曾經去過的地方 你覺得全世界比你覺得 你認為最美的地方 最令你感動的地方在哪裡 這件事很難回答 每個地方都是美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心境美 你的心美 你的心美 看每一件事都美 如果你的心不美 你的心很醜惡 見到的東西都很醜惡 有一次我播一套片 我拍了很多紀錄片 剛剛在喝茶 播放少許給朋友看 播放煉麵 即是麵線 吃那些好幼的麵線 用手做 中國很多東西都用手做 旁邊那個 這麼醜惡 為何醜惡 麵線白色很漂亮 即是吃粉絲 吃麵條都是用手做 我說 你的心真的很醜惡 你看每件事都不乾淨 你的心很骯髒 所以我由這樣開始知道 我的心是美的 所以每看一件事都是美的 其實我見到你不斷地在 這麼多年來 水和田未停過寫畫 未停過攝影 未停過這方面工作 你覺得一直發展下來 在香港這個地方 要推動藝術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這個環境 是好過以前 還是太多 手伸下來 太多政客的意見 反而是沒有空間 才講空間 我經常覺得 做藝術這件事 要兩個字 一個就是自然 一個就是自由 我現在經常覺得 很多東西就是被人覺得 沒有做不到 一定是政府不對 我不是幫政府說話 其實我覺得很久之前的作品出來 你用不一定要撥款 或者有資助 其實我覺得一些公帑 應該真的用回一些 腦弱傷殘的民生 如果你說我 我經常看見巴西那邊的朋友 去踢球 他們沒有那些很華麗的體育館 就踢到球 好像我們小時候去練 播音一樣 我們都沒有政府資助 我們每天去聽 自己練咬字 去鑽研音樂資助 那時沒有電腦 你會否認為 就給多些聲音 去讓人知道 其實我要學作畫 我要學攝影 其實不一定去依賴什麼資助 去檢討自己意志 有多堅定 其實真的 香港沒有推動文化藝術 有些的 我見到他都好搞場館 一些音樂劇 一些班 那些不可以說沒有了 音樂劇 音樂劇 都不是現在香港政府搞的 是英國臨走前 做了一個演藝學院 然後就訓練有些演藝 所以現在香港演藝都幾豐盛 但你覺不覺得畫家豐盛 是否覺得攝影豐盛 因為一直都沒有這些 攝影是否可以 坊間的攝影班很輕盛 很貴一個的 那些攝影班不是 真的政府去推動 是民間推動 政府沒有推動 我就說不用靠政府 全世界很多國家 政府是推動藝術的 譬如我們中國 有攝影家 有畫家學會 是政府的 有畫家學會 是政府的 那些畫家 政府給他地方住 在這裡畫畫 香港沒有試過 到現在都沒有 香港搞藝術 是自生自滅的 除了演藝 是英國人流下來的 是否靠自己的努力奮鬥 是站不住腳的 沒有的 全部香港的藝術家 畫家是自己去奮鬥的 你認為 誰是代表香港藝術家 畫家 政府無價 攝影家是誰呢 文無第一 就沒有無第二 沒有的 一路你看 只是一個 現在搞那個 什麼 說要搞一個什麼 藝術的原地 談了十年 都沒有 樓梯響 沒有聲音 是永遠在那裡 諮詢又再諮詢 因為我們這些節目的流傳性 就很廣 政府他們都搞過Facebook 是嗎 如果以你那樣的經驗的人 你認為政府又怎樣去推廣呢 怎樣推廣 我們現在不用去到哪些論壇 我們都通過傳媒講 政府應該是搞多些地方 給一些藝術家有地方生存才行 沒有的 他有些好像說 石潔美搞了一些什麼 工廠大廈營運的中心 不知是什麼事 都不是政府的 柴灣我們有個什麼 柴灣青年廣場那些 是誰給錢的 是蔡馬會給錢 將一間工廠大廈再改了 整一間房仔 你租來 我們自己做 還要給錢租的 不是政府 水和田 你喜歡搞藝術的 你可以申請 你在這裏創作 代表香港 現在你找一個藝術家 或者一個畫家 代表香港 政府都不知找誰出來 所以我都未輪到 我自生自滅 我自己去奮鬥 真的一路奮鬥出來 但我覺得都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不關政府事 政府對我 其實很多人懂水和田 政府不懂水和田 看完這集他會有些印象 如果我修正一下我剛才的說法 就是說 當然人是要自力更新 去尋求你自己的力增上游 但是政府方面也不可以 不聞不聞 是好像水和你的 或者自生自滅 譬如我拍過一次電影 是否偶遇 這套不是我想拍的 一個是白開水的愛情片 是 偶遇 白開水的愛情片 三個戀愛 其實我不是想拍這些 其實我想拍一套 三毛時的作家 其實我一直都想拍一些 紀錄或者半紀錄 有黎智的電影 原來香港都沒有一套 有黎智的電影 但是會不會是現在 香港的始終很奇怪的 他要不就是江湖幫派 要不就是藍劇 所以我不想拍 哎呀水哥 你的鏡頭這麼美 什麼什麼 不如就拍一套 白開水電影 我不是說笑 我不是想你的鏡頭這麼美 你都知道 社會1、2、3集 搞到這麼殘暴 你可不可以搞美化的江湖 不是說笑 有那個什麼政府基金 羅啟銳那些 不是搞了一部 《歲月神偷》 是呀 後期才是搞這件事 但是給很多錢 不是每個人都申請到 很難去申請拍一套 很難才找到一些東西 你看 這麼久才出一套 還要找人補貼 對呀 已經說了這麼多 哎呀我支持電影 原來他們兩個都不辛苦 老友來的 都不辛苦去拍一套出來 多痛苦 多少香港電影為何會失落 是否自己要 所有香港電影的人 是否要去想想 是否 例如最近做一套好的電影 一百二十七小時 講一個年輕人很喜歡去郊外 去野外 去看東西 突然跌了到心坑 給一塊石 摘住手 摘住手 就拿不出來 他已經 對旅行運動 知識已經很豐富 但是他用盡方法 都拿不出來 一直就 是這樣 忍受了 一百二十個小時 後來他決定 鋸了自己的手 然後拿回生命 哇一套好電影 這不是荔枝電影 這不是好電影 說到電影方面 水和田先生 透過我們今天的節目 表達了 當然我都自力更新 但問題是 有些時候 政府也是責無旁財 希望提供到場地 香港租感貴 另外 基金申請的手續 不要太過繁複 可以達到做了一件事 水爺 你會不會再拍電影 其實我一直都想拍 拍過的都是 例如有荔枝 比年輕人 例如我構思一個電影機 叫故事 其實講故事 講故事 講一個爸爸和一個兒子 兒子沒有媽媽 一出生媽媽就過世了 後來他一直都寫很多故事 故事 原來寫很多故事 想給很多媽媽 看這些故事書 講故事給小朋友聽 因為他失去了 希望很多媽媽 可以有故事 講給小朋友聽 這就是一個很荔枝的電影 是一個民間的故事 民間的事實 構思而已 希望可以完成拍一套故事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人與人之間 尤其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 疏離了 是嗎 如果水和田帶出這個關係 因為寫故事 有時候我會找香港 或者國內 那些兒童寫故事的作家 真的寫很多故事 會在影片出現 翌日那套影片公演的時候 真的有一本故事書 因為很多寫兒童故事書的作家 寫作出一本書 電影出書 書又可以移賣 可以做很多籌款的事 其實這些才是 創造一件事 由很少的事 由很低的成本 很少的事 去做很高的事 每一件事都應該是 所以又很低 慢慢一路去升環 這樣就很有意思 今天在我們《優質生活投資》的節目裡面 很開心第一時間 就是聽到水和田 水爺的一個未來的大計 似乎我們剛才也舉過某些例子 最重要是找回資金 投資者方面 這方面有沒有困難面對 已經空有成竹 因為沒有錢 慢慢不幸 因為要有資金才可以拍電影 還有拍這套電影的時候 可以用另一個新的方法 因為現在不一定要用電影機去拍 可以用影片去拍 甚至現在最新 手提電話 現在最新的方法 是用攝影機去拍電影 其實如果我拍的時候 是用相機去拍電影 已經有人在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都可以嘗試做這件事 因為香港我們永遠對它有一個希望 有一個創意的精神在這裏 亦都很希望水爺能夠克服一切困難 當然我們較早時間都提過 是有一個電影基金 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去令到這一部故事 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拉近的電影 是引辱誕生出來 是真的造福到 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去想一想 原來我們可以這麼近 是 是 我們今天安琪說 聽了很多水和田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 第一時間披露 亦都在這裏 很希望我們能夠更多機會 看到你的作品 多謝 多謝 好像昨天 今天 希望明天 是的 在這裏 亦都多謝觀眾的收看 我們畫展方面見了 好 5月3日便見了 亦都希望水爺的畫展非常之成功 記得每次留意收看我們安琪回客室 多謝水和田先生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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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